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临时联席执行长David Zinsner日前表示,英特尔希望成为西方顶尖晶片供应商,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首先建立起成功的产品部门。 Zinsner是Pat Delciner基辛格离职之后临时接任的英特尔高管之一。 12月上旬,他与Intel Foundry执行副总裁兼全球营运长Naga Chandasakran一同在瑞银技术大会上做出发言。 面对人们关于这家半导体巨头未来的潜在发展方向抱有猜测的氛围下,Zinsner表示,公司董事会可以肯定地表示,其核心战略并未受到影响。 他们仍希望成为世界一流的代工厂商,但他们也明白要让代工业务取得成功,首先要保证代工厂的头号客户取得成功。 而代工业务的头号客户自然就是英特尔自己的产品部门,这似乎暗示公司之前可能忽略了对产品的关注。 而基辛格则努力将其晶片制造部门培养为能够成功替其他设计厂商完成订单的成熟部门。 Zinsner表示,董事会希望重点关注产品方面的执行效能,但同时指出,他们打算继续专注于为代工部门的长期交易吸引有价值的客户。 然而,瑞宜分析师Tim Arcuri对基辛格离职之后英特尔的发展方向提出质疑,表示,如果产品业务是董事会当前的关注重点,那么基辛格显然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产品端。 所以,投资者们肯定会有些疑惑,如果董事会真的更关注产品,那么为什么不让基辛格继续留任? Zinsner对此避而不谈,只表示,董事会希望确保他们在建立代工业务的同时,继续发展产品业务并推进执行。 而且在他看来,这是基辛格和董事会之间的个人判断,并非双方刻意根据企业战略做出的决定。 Chandar Cycron是今年英特尔从记忆体晶片制造商美光处挖来的得力干将,将负责接掌代工业务。 他指出,英特尔内部需要进行重大的文化变革,才能从IDM1.0过渡到代工新形态。 在他看来,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技术开发与代工制造协同起来。 技术开发和代工制造的具体细节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如何为客户提供服务,并由此推行他们规划的变革。 产生问题的部分原因似乎在于,技术的发展一直在向前推进,但制造部门本身却缺乏持续改进逐年变化,不断创新的思维方式。 Chandar Cycron解释道,创新并不只需要后端推动,更涉及工艺和设备的细微调整。 也正是这些调整,推动了成本的降低与效能的改进,而这些观念在英特尔都不存在。 不知英特尔代工部门的员工面对这样的评价,会做何感想? Chandar Cycron同时补充称,要转变为合约代工制造商,Intel Foundry还需要转变对业务的理解方式。 在当初的IDM1.0时代,他们会根据库存进行生产,但现在他们必须改变自己,按订单安排生产。 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业务理解方式。 他看到的另一种思维方式是,员工总在非常努力地不遗漏任何晶圆订单,也就是总想满足一切制造需求。 只要确保需求是稳定可靠的,那么为此增加产能也不是不行。 但那主要是在具备市场垄断地位的条件下。 现在的Intel只能不遗余力地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尽量提高晶圆制造效率,这也是公司必须推动的另一波文化变革方向。 谈到Intel即将推出的18i制程节点,该公司自身及行业观察家都对此寄予厚望。 Chandar Cycron也相信晶片巨头有能力跨过这道难关。 他指出,他们已经实现了几个里程碑,而未来的技术开发道路上将有更多里程碑。 他强调,18i节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挑战。 现在要做的,就是利用好有限的产能资源,攻克电晶体密度难关,通过不断改进,成功让18i制程平稳落地。 事实上,自从Intel宣布放弃20i制程节点,转而使用外部合作伙伴台积电白生产Aerolake处理器系列之后,18i让Intel再次站在了能否重拾制造能力的十字路口之上。 Chandar Cycron表示,Intel Foundry在2025年的计划,首先是将工程样品提交给客户并听取反馈,由此推动俄勒冈州代工厂的正式量产。 至于2025年下半年,他们的里程碑就是认证新的制程节点,在亚利桑那州实现量产,并让可供客户购买的新品摆上货架。 在被问及18i节点是否更适合高效能运算HPC的应用时,Chandar Cycron斩钉截铁地表示,绝对是的。 18i的某些特性对于运算类应用而言非常强大,特别是背面供电设计。 这将给运算类应用带来巨大的主意。 他同时补充称,从该制程节点中积累到的所有经验教训都将被用于下代工艺14a。 Chandar Cycron介绍称,14a工艺在设计思路上将面向更加广泛的应用市场,包括运算、行动装置及其他场景,同时服以PDK制程设计套件的生产方式。 这意味着其不仅适合英特尔的生产设施,还将适应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允许更多厂商将14a制程应用到自己的设计当中。 Zensner认为,对明年利润率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Runer Lake。 Runer Lake主要是在美国以外制造而成,只有一种组件在国内生产。 整个封装自带记忆体,所以它们只是简单过手,对记忆体部件没有太多谈判话语权。 这自然压低了利润率。 所以,从该产品的开发过程来看,这其实对公司保持良好的毛利率形成了阻力。 展望未来,Zensner表示,这种情况将有所改变。 Panther Lake将采用18a工艺,或者至少采用18a组件。 所以,它们的晶圆制造业务将再次回归,前面提到的记忆体问题也将消失。 随着更多内部晶圆产能的上限,它们的单位晶圆成本将越来越低。 这对英特尔保持健康的毛利率水平应该会有很大帮助。 英特尔既设计又制造晶片,这使其在业界独树一致。 该公司市值蒸发了1000多亿美元,因为它在努力恢复制造业失去的领先地位,错过了挥大主导的人工智慧热潮。 就在瑞银技术大会没多久,英特尔的两位高管,在前执行长基辛格,被罢免后12月中旬承认。 如果明年推出的一项新晶片制造技术不成功,该公司可能被迫出售其制造业务。 日前,在旧金山举行的巴克莱投资银行会议上,Michelle Johnston Hothouse与David Zinsner,两位联系执行长,被问及该公司继续将制造和设计结合起来, 是否与明年即将推出的名为18i的新晶片制造技术的成功有关。 在被迫将其最大产品外包给竞争对手台积电后,英特尔计划利用该技术将旗舰PC晶片的制造带回内部。 Hothouse谈到公司的产品和制造部门时说,从务实的角度看,将它们完全分开并且没有联系是否合理,他不这么认为。 但有人会决定这一点。Zinsner同时身为财务长,他概述了英特尔如何将这个制造部门的财务和营运分立为一个独立的子公司。 Zinsner表示,英特尔代工部门已经与英特尔其他业务分开营运,并正在建立独立的营运委员会和业务流程软体系统。 Zinsner说,这会发生,但它会完全分离吗?这是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